到现在中国人也意识到一件事 开户通商不见得是坏事 坏这个条约就在1881年的2月 很成功就签订了 它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条约 这个当时开户时报胜战曾记者 他说曾记者是地球上少数 能够把俄罗斯吃进嘴里的肉 又掏出来的男人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一件事 中国太落后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 今天是谁来座谈呢 今天看到这个正式就知道 我们又要来谈谈历史了 那我们上一讲了 已经聊到了所谓的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当中船间炮力固然是重要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当中 对于这个西方体制的引入 还有中国什么去适应 所谓的外交体系 我们叫西法里亚条约 所以讲到这个历史 我们当然先来欢迎我们的 王立本老师 主持人好 还有全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一讲其实已经谈了 总理各国事务亚门的出现了 那他的出现其实也让中国开始了解 什么叫做外交 或者更精确的说 什么叫做西方各国 代替全世界的外交体系 那这里面呢 总理亚门当然扮演很重要的事物 尤其以公信王一新为首 所崛起的这个我们说洋务派 或者自强运动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这当中呢 有一些啊这个状况啊 本来呢可能都是靠打仗来解决的 或者是几乎都是被列强欺负 不过还是有一些部分呢 随着经验的累积啊 教训的累积 其实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 特别是在左宗坛啊 跑到这个新疆呢 把这个西北给平定之后 哎西北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知道在中亚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谁的势力范围 就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啊 这当中常常会被提到的就是 我们通过外交的手段 把一些土地给拿回来 那这个事件啊 这个后来呢叫做1881年的伊犁条约 首次靠外交增回土地 这部分是不是学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伊犁条约的谈判 已经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 中国它暂时结束了本部的动乱 就是西北毁乱全部平定之后 内部的动乱暂时就结束了 那结束之后你要怎么样 再重新把帝国的边界 重新把它稳定下来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中国西北的边界 中国西北这时候已经是 残破不堪的我们可以这样讲 沙俄的力量不断的在进行渗透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个考验 就是你在北京条约 吃了那么大的亏 连首都都沦陷 皇家花园都烧掉了 你到底有没有学到 怎么适应洋人的这套游戏规则 这阵子我看有些网友也反映 就说为什么要适应洋人的游戏规则 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是强势文明 坦白说 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中就是强势文明 你就是要用他们这套游戏规则 来玩所谓的外交折冲 你就必须要这样子 那中国过去那套老办法 已经没有办法 就无法再继续应付新的局面了 所以在这个大乱平定之后 如何在新疆这里进行交涉 这对满清政府或者说对洋务派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你有没有能力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来玩一场外交给大家看一看 简单讲我们放在一个大的脉络面来看就是这样 我们再稍微缩小一点就是说 这个沙俄帝国趁着这个新疆的回乱趁机占领的伊犁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俄国方面讲的是非常好听 我是帮友邦代管 以免落入叛军之手 这个讲得当然非常好听 但是那如果是帮友邦代管的话 这个乱局结束之后 是不是就应该还给友邦 俄国人就不太想还 所以这个满清政府就在1877年 就派了当时曾经担任过三口通商大臣 就是后来的北洋大臣的前身 三口通商大臣的另外的一个 其实他也是有外交的经验的 一个满洲人叫崇厚来代表满清政府 作为全权大臣到这个离海旁边的城市 叫里发迪亚这个地方去跟俄罗斯谈判 这个外交官尤其在这个时候 19世纪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个洋人谈判的话 有两件事情 两条件是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有非常健全的地理尝试 就是你要知道 因为那时候的地图没有像今天什么精确 所以你对这些地区过去以来在历史上地理上 长期以来的归属尤其他的范围 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一定要懂国际法 前面那个义三被诃骗的事情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嘛 他既没有地理常治也不懂国际法 就签了爱魂条约 这一次满清政府派就从后去谈 本来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满清政府 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应该就是你俄国人占了嘛 那你就赔你军费嘛 就是你占了之后 对不对 你花了多少钱中国给你 然后就把地收回来 本来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没有想到在俄国的这个威逼利诱之下 这个1879年 这个签订的里巴迪亚条约 这里巴迪亚条约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条约 除了付出500万卢布的军费之外 最可怕的是伊犁四周围所有的地区 几乎全部都在化界的过程当中 都化到俄罗斯境内 中国只收回一个伊犁一个孤城 而且跟东面的新疆还不相连 那你收回这个地方 等于是没有收回嘛 很快马上就会被占领 可以这样讲 就从后签了这个条约之后 当时这个朝野大滑 非常的激动 从后也被撤职 还曾经短暂入狱 所以当时这个满清政府 就拒绝承认这个条约 注意满清政府这时候会拒绝条约 这已经是个进步了 新的技能 以前只有这个签了就是 就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反应 不知道怎么反应 这时候他已经晓得 诉诸国际交涉 就是说那我不承认 因为这个有牵动到国家的主权 领土主权 所以不承认 所以就要求跟俄罗斯另行谈判 对 这个1880年就派了中国近代 算是非常杰出的外交家 也是后来驻英法的大使 英法公使 曾记者先生 他是乡军曾活凡的公子 稍微介绍一下 曾记者他是曾活凡的赤子 没有错 但是曾活凡据说是最器重这个小孩 在当年这个打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 当时曾记者还年幼 曾记者就跟在这个曾活凡身边 然后后来跟洋人买枪炮 办工厂 曾记者都在旁边学 有一个人就也对他的启蒙很大 就是荣宏 所以曾记者虽然没有真正出洋读书 但他的英语程度非常好 而且荣宏鼓励他 要了解当时的国际工法 曾记者不但英语程度很好 而且他对当时叫万国公法 相对我们今天讲国际法 他非常的熟人 所以这就成为他可以去交涉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1880年改派曾记者去谈 各位这个谈判是非常艰苦的 这一次谈判地点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在圣比德堡 直接把你抓到首都去谈了 对没错 这个已经是完全客场作战了 对不对 所以也就代表说当时二国人 没有要给中国好脸色的意思 对一开始他是认为中国根本收不回新疆 等到收回来之后他就想他就不想还 这个伊犁的重要性我们上次有讲过 他本身是个肥美的河谷之外 他本身还是个交通要道 二守着这个西北的大门 大家可以看这个伊犁今天的位置 这个是蓝色的界线 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河谷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当年左中堂进军的路线 那为什么是这样绕 因为这个地方伊犁其实是个谷地 那这个迪化是哪里呢 迪化其实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 对那迪化当然是新疆的最重要的城市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河谷 等于说你伊犁如果一旦沦陷 那基本就是威胁到迪化 等于你整个新疆的恶控的中枢就都没有了 对基本上整个新疆的局势就动摇了 如果没有伊犁的话 至少北疆都保不住 很有可能 所以这一次谈判就是在圣彼得堡谈判 各位注意 这是自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使节第一次初始 西方大国的首都进行外交交涉 所以这个对曾记者来讲 当然也是很艰巨的任务 各位在这之前没有潜力可循 虽然当时中国有派出过使节团 我们刚刚有讲 不过但是委托洋人来弄 中国人自己干的还真是没有 这一次就由这个曾记者去 不过这一次曾记者在谈判的时候 他是根据两个重要的依据 第一个就是他知道 以中国的实力不可能再完全拿回 全部伊犁周围的地区 所以伊犁以北以西 他就不要了 就靠俄罗斯那一面 他就不要了 他全力争取伊犁的以东以南的地区 他要跟中国的领土 把它连成一片 这第一个人 第二个原则 他告诉俄罗斯就是说 这个驻军的部分赔款 所谓的军费 不叫赔款叫军费 其实严格讲起来 这个条约是个平等条约 跟前面那个打了败仗签 不笨条约 性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关于军费的部分 俄国驻军的军费的部分 曾记者表示可以再商量 意思就是说中国愿意增加 但是领土的部分 以北以西 中国就可以不争 但是以东以南的部分要争 第三个就是曾记者的原则 就是说 这个西北地区 他为了让俄罗斯 他等于放一个诱饵给俄罗斯 就是说 如果你俄罗斯愿意 在领土上面 跟中国有所让步的话 那可以让西北地区通商范围 就给俄罗斯在西北通商 后来就签订了 后来在1881年的2月 就在圣彼得堡签订了 叫第二次伊犁条约 又称中俄圣彼得堡条约 圣彼得堡条约主要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化界 就我刚讲的 就是把伊犁以东 以南的土地争回来 大概整个过去 旧的清朝的伊犁的概念 大概争回三分之二 第二个就是 赔款从500万卢部 增加到900万卢部 如果这个根据俄罗斯的说法 是我住均的时间又变久了 所以你要多给我钱 第三个就是 准许俄罗斯在哈密 跟这个嘉域官设立商务领事馆 准许俄罗斯可以到 中国西北通商了 已经进了甘肃的范围了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这个根据中国 就是从这个1860年的条约之后 到现在中国人也意识到一件事 开户通商不见得是坏事 所以你俄罗斯要通商就通商吧 后来这个条约就在1881年的2月 很成功就签订了 各位这个条约很重要 有什么重要 首先第一个就我刚讲 它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条约 完完全全自己经手 自己跟俄罗斯谈判 最后签订 所以基本上我们从 整个条约形式来看 不算是一个不应的条约 算是两国交涉的一个 并不是战败 被迫就范 并不是这样 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时的这个条约签订之后 英国人非常震惊 我告诉各位 英国这个时候 正在跟俄罗斯 在中亚跟西亚市 正在呈现一个争霸的状态 当时英国想要拿阿富汗 俄罗斯也想要 另外就是俄罗斯想染指 这个波斯 就是这个伊朗 这个英国也不允许 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情况 也很紧张 结果这个条约 在谈判的时候 当时英国就很注意 非常注意 因为这会影响到 整个中亚西亚地区的局势 本来英国是不看好 中国方面可以签 就果然签下来了 这个当时 台武士报胜战曾记者 他说曾记者是地球上少数 能够把俄罗斯吃进嘴里的肉 又掏出来的男人 那这个条约 对当时 对整个近代史来讲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各位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我们不可讳言 从清末到民国 中国是一个弱国 这个过去有句话叫弱国无外交 其实这个话是不正确 其实弱国外交很重要 因为国家你有武力不行 经济也不行 你没钱又弱那怎么办 那你只好靠外交官用 我刚讲国际法 用地理学的常识 用各种方法 合纵连横 各种方法 为国家争取这个权益 这个我们必须要客观地说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 中国还是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官群 这曾记者 这后来的驻英国的公使 像郭松涛 另外一位像什么宣浮成 这些人 后来在中国的表现中 他们除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锋 他因为他们出使国外跟外国接触 把一些现代化的观念 看法 一些制度把引入中国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经由跟外国交涉的这个过程当中 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这个我们必须要加以肯定了 曾记者交涉成功之后 中国就开始有这个信心跟底气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跟洋人直接交涉 在曾记者之前担任驻英霸大使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一位 郭松涛先生 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介绍 去注意的一位 中国近代外交家族 先强调 曾记者还是小时候跟着他爸爸 在内战的战场上跟洋人接触 这个郭松涛是标标准准的 读传统的儒家经典 经过科举考试出身的这样的一位官员 可是这个郭松涛却是在当时的整个官僚群体当中 却显得非常的突出 我先告诉各位 他年轻的时候跟曾国藩一起创办湘军 他是湘军的几个重要的创办人子 他年龄不小了 当时这个满清政府当时出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云南发生了叫马加里事件 什么是马加里事件 就是有一个英国外交官 我记得是在1876年吧 有一个英国外交官在云南被杀害了 而且他是属于英国的公使馆 我记得他的那个位地位还不低 换了满清政府跟这个英国交涉 最后结果签订了所谓的烟台条约 郭松涛就被派到英国去换约 一方面换约 二方面就等于是这个 有点像英国致歉这个样子 那郭松涛到了英国之后 跟英国接触 把该办的事情办完之后 这边可以凸显一件事 当时这个英法的公使是没有人要做的 都以初始外扬为耻辱 当时的斯大夫 都认为这个是不合过去天朝的体制 所以当时满清政府就问 郭松涛 公亲王就问 你要不要留在英国当大使 他竟然就毅然决然的同意了 所以他就担任驻英国大使 他是真正意义上 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个正式派任的大使 可以这样讲 各位请注意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875年 各位知道吗 1860年签订的条约 对不对 公使入驻北京 是不是 各位15年了 中国还派不出大使 你就知道 外交这个事情在中国有多难办 那郭中涛到了英国之后 表现非常好 他除了展现出自己开明的一面之外 当时李鸿章在1876年之后 就派海军留学生到英国去学海军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严妇 另外就是甲午战争那一群 什么刘布禅 李太真 方伯谦 这些人 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也是读新学堂 然后又到国外读书 到国外留学 这些学生非常喜欢郭松涛 严妇在他的回忆录跟笔记里面 多次提到他跟郭松涛两个人 常常讨论事情 郭松涛对这个年轻人 也非常也赞誉有加 勉励他鼓励他 郭松涛不断的提醒 严復一件事 西洋之富强 绝对不是在枪炮轮船而已 西洋之富强之根本 在于四个字 政教休明 各位开始触碰到 中国士大夫 不太愿意触碰到的部分 政治体制跟意识形态 郭松涛到了英国之后 他就很急切地想要 把他看到的英国跟欧洲的状况 反映给当时的中国人 所以他当时写了一连串的笔记叫 史西记城 史就初始 初始西方记就是那个 二十四季的记 城是那个程序的城 史西记城 他有点像分段写这样子 有点像游记有点像日记这样 就把他所看到英国的国会 英国的学校 英国的军队 尤其是学校国会 英国的工厂 完完全全非常详细 而且文笔很生动地把它记录下来 另外他还送了很多英国方面的报刊 希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能够加以翻译 他不断地用各种方法 把它在欧洲所写的这些东西 在中国想尽更有办法出版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一件事 中国太落后 中国如果不进行全方面的改革 如果光只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是没有办法根本的改变中国 我们要讲他的用心是对的 他的看法也没有错 过去中正大学的教授 也在中央研究院待过 汪荣祖先生写了一本书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 叫走向世界的挫折 就专门在研究郭颂涛先生 那郭松涛留下了非常多的材料 就主要就是 他当时比较中西文化的一个心得 他最欣赏两件事情 就是英国的学校跟英国的国会 他认为英国的政教修明的根本 就是在于学校完整 而且丰富的学校制度 另外就是英国的国会 下情得以上达 他非常欣赏这两点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 能够迎头赶上的话 就赶快要把这两样制度 引进到中国 这个事情在中国就引起的 轩然大博 他的好朋友写乡君字的王凯韵 给了他四个字 叫做以中养毒 毕竟中毒了郭老兄 我们一起打太平天国的 我们是同乡 另外一个何金兽 汉林院编修 大骂他 说他有二心于中国 甘心为养奴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实在这个帽子 实在太沉重了 用今天话讲就是你根本就是汉奸 他这当时其实郭忠商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他的同乡以他为耻 甚至到他家去骂人 对 他后来在1877年回国 他任满了两年多 然后回国 他坐那个小小气船 在那个东庭湖下船之后 竟然整个湖边的人竟然是围着他破口大骂 对 就是不欢迎你再回湖南 当时有句话叫做 湖南人自此与辱为伍 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你就很羞执 不屑跟你同列 对不屑跟你同列 所以国中党回国之后 他就非常的低调 只有在一些书院讲讲课这些的 不过他留下的材料很丰富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人 这也算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又往前深入一层 他是真正深入到西方 真正眼睛亲眼见识 而且研究 而且看过西方的政治制度跟社会状况 我们姑且不论 就是西方那一套到底在中国适不适合 但是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他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片面性 他晚年常常讲 他说中国之幻在世代夫之无见识 他所谓的没有见识就是没有世界观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最后还是要讲就是说 就像曾记者也好 郭松涛也好 不论是德军行道也好 还是他们在西方把一些观念制度引入中国也好 在当时来说 还是造成了一个很深远的一个影响 就起码让中国社会知道有这么回事 等到甲午战争之后 郭松涛这些人的想法就是重新被找回来 大家才发现 才开始在从事所谓的政治制度 触碰到制度面的这样一个改革上面去 刚才学长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图谱 从曾记者到郭松涛 那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普安城 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点补充 普安城 普安城他是一个以外国人入室中国的方式 那我讲一下这个几个背景的一个补充 我们刚才提到曾记者吧 曾记者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形式是有多复杂的 其实从这个伊犁戒约上面 我们大概这个图我们大概很难去了解 当时西方很有意思 他们有一个这个蛮著名的漫画 这是哪里呢 你会看到中间左边这里 这个Save me from my friends 左边是熊右边是狮子 那英国是狮子 俄国是北极熊 那中间那个就是阿富汗人 被夹持在中间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北极熊坐在那个上面 那下面有一只猫 那个什么那是波斯猫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西亚 跟中亚的形势是非常紧绷且复杂的 英国为了阿富汗打了三次战争 对然后三次都惨败 所以人称帝国坟场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先葬送了英国再葬送了俄国 那当时已经变苏联了 最后葬送了美国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阿富汗因为它作为整个 从北亚中亚往南亚的交通要道 那英国作为它往中亚往西亚的交通要道 这个是它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扮演的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新疆的这个形势 其实很复杂 因为俄国在这边它想尽可能的吞并多一点的土地 作为它在中亚跟阿富汗这个地方 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本 这个地方大家要先了解一下 所以曾记者其实它所面临的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挑战 其实讲这个曾记者 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那曾国藩为什么 它明明是一个传统大辱 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曾记者来承接这个 其实第一个曾国藩的长子是早三啊 很早就死了 所以其实曾记者一直是作为曾国藩 是悉心培养教育长大的 他最器重的一个儿子 对没有错 而且其实他等同 其实他实质上是长子的位置 在这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即便像我们讲 所谓的之前提到 所谓中心四大名城 为什么他们跟当时的读书人 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认为有两个字 就是眼界 你看曾国藩他作为一个 是完全传统读书人上来的 可是他却知道说 让他的儿子去熟悉这些事物 悉心去培养他 然后呢 常年让他跟荣宏来做交流 那把他给培育起来 那确实也在这个时候 帮中国立下大 所以这个养务运动 或自强运动 我们要了解到一个 很不一样背景 当时这些人 其实都被保守派骂得 非常的惨 比如说宫熙王易熙 我们之前讲他 为什么叫鬼子溜啊 虽然之前学校有提到说 他鬼点子很多 那很多人说 他跟养鬼子混啊 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 我们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对这些人来讲 除了李鸿章当年后期 他常常要出使国外 他去谈了一些条约 但是整体来讲 他们大部分时候 他们所见识到的外国 都是洋人告诉他们 或留学生像荣宏这些 所谓的游洋派 回来告诉他们 可是他们却愿意 敞开心扉来接受 然后并且做出调整 这个是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他自己非常跨时代的 那再来因为受限于 现在的眼光啦 像很多人对于 郭松涛的一些 讲法跟做法 其实跟当时的人 其实差距不大 这样了 就是说 郭松涛他就是一个 全面西化的提倡者 他事实上就是 犹如所谓的中国的国格 犹如这个中华文化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郭松涛他到英国的时候 郭松涛撞我是看过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 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了 其实我蛮惊讶的 就是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干嘛 刚才学校有提到 他去工厂 去人家的学校 去很多小地方 必须讲哦 其实郭松涛是第一个住外使节 后来中国因为 各种条约各种状况 他开始广泛的往全世界 很多地方去派使节 但不是每一个住外使节 都像郭松涛这样 很多比他晚到 这个英国或者是晚到欧洲的 像德国法国 后来因为德国统一了嘛 当然有时候是 住德法公使是一起的 那不管怎么样 很多的公使 他根本不愿出门 他觉得他被派认很衰 他交了很多洋人朋友 这真的是很难得 当时中国官僚来说 非常少见 他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这里也分几个层次 我们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关于郭松涛的故事 当时后面的一些公使 就是有一些他是不愿出门 因为他也被派来这个西洋 他就很衰 我派来这个地方干嘛呢 他根本不想来嘛 对 然后他也对这些外国东西 齐心影响完全没兴趣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像现代人拿到一支iPhone 你会觉得 我喜欢用 当时不是这样的想法 像郭松涛很喜欢怀表 他喜欢这些 外国人很精密的一些器械 但他不是单纯的喜欢收集 他会喜欢去把它弄懂 另外刚刚有提到 他交了很多外国朋友 他是真诚的就是去跟他交 他不会英文哦 必须先说 那另外也有提到 他是湘军的大佬嘛 那也因为他这个初始 其实刚才有提到嘛 不少湘军的这个体系 跟他也吵翻了 他觉得他真的没有朋友 他很多朋友都不见了 从此之后跟他绝交的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 你就可以想说现在现在这个 就是你在网路上被人家 怎样unfriend 对不对 解除好友关系 那各位要注意哦 这湖南人的群体意识很强 同向意识很强 他没有一起扮相军 打过太平天国 那是有革命感情的 竟然因为他讲了外国好话 就跟他从此绝交 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到此结束 是 到这种地步 像你不觉得历史总是在重演 对不对 就台湾在2020年的时候 大选的时候也遇到这种状况 对啊 很多人也是因为意识形态绝交嘛 那其实这个就是人 这样talk 大家就会有所感 郭松涛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啊 当时是会骂死人的啊 不要开玩笑啊 现在人也是一样啊 网路上霸凌霸凌 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啊 那再一个啊 我觉得郭松涛的特别之处是 他做过很高的官位 他当过广东巡抚 当然是鼠里巡抚啦 他不能争处也是有一些政治斗争的过程啊 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跟左中堂关系非常恶劣 因为左中堂呢 当时他在鼠里广东巡抚的时候 跟梁广总督不太好 就派了两个来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那左中堂呢 明明湘淮军呢 应该是有些渊源的 但你知道湘淮之争已经开始 所以左中堂呢四次谈和他 搞得他后来黯然下台 左中堂跟大部分的人也都不好 对对对对 但他此生就跟左中堂绝交了 就是他跟他大部分乡军的朋友 虽然人家跟他绝交 你看他所交流的都是这些当时的一级大成 所以这个部分是为什么郭松涛 他的重要性会是这样子 而且他用的态度 这个刚才讲到他写那些笔记 非常有意思 其实他的文笔很生动 而且不写的很难 而且到今天你只要稍加的 看个几次你应该还看得懂 他是刻意的啦 就是他要写给中国社会看 对他写给就希望大家都能看 他都能懂他到底在讲什么 甚至在中国大使馆办了两次年度酒会 然后还带他的太太出席公开场合 这个在当时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这件事情也被骂得很惨 你竟然带着中国女人抛头露面 这件事情也造成他被骂得非常惨 因为西方人的酒会是夫妻一起出席的 这大家知道 带太太是礼貌嘛 带太太很难 但是你会看到今天国际在办外交 有没有各国的领导人 都会带着自己的伴侣出席 对 你看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的外交的一种形式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啦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基础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一下啦 就是蒲安城 这个蒲安城非常戏剂性的一个人物 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 我想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有了 我们历史虽然不能讲绝对 但是这个真的蛮特殊的 他是唯一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 又担任过中国特使的人 他是唯一的中美双国特使 很特别的一个家伙 那他的这个英文名字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布林爵 那蒲安城是他的中文名 这个大家也很常听到 学长你帮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而且他很有趣哦 他是共和党的创党元老 当然是一反应的起家的 他在美国政治史上很有地位 他会讲一下蒲安城 简单说在1860年条约签订之后 当时各国当然是希望中国能够早日 能够早日派遣公使到各国去开大使馆 不过当时龚庆王一新就跟当时的英国方面就说 中国还没有这个条件 龚庆王一新讲这个话 我们也不能说他是逃避 其实他讲的是实话 没有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普安城担任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因为他跟中国方面的关系很好 跟龚庆王跟郑国藩的关系都很好 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 就是英国的海关总税务师赫德 当时也向龚庆王一新建议 你不妨聘请洋人来担任中国 来组一个中国的外交使节团 初始各国 因为你没有办法派大使 你没有办法设大使馆 可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回应 因为各国大使已经来了 按照外交的惯例 就是我们刚刚一再的讲 洋人的游戏规则 你按照这个游戏规则 你必须要有一个回应 这是一个外交基本上的一个态度 所以当时的龚庆王一新就询问普安城 你愿不愿意担任这个位置 因为对普安城有信任 而且觉得他这几年在中国 当大使表现的也很好 我告诉各位 这边留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悬念 各位想一件 为什么中国人从满清末年以来 对美国人的印象就特别好 诶这很有意思哦 为什么 龚庆王一新特别喜欢普安城 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这个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 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也不是奇怪 他其实有历史原因的 对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普安城也毅然决然 其实这个时候普安城 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而且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因为龚庆王一新对他的礼遇 这治愈之恩 这个普安城他自己有讲过 他认为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必须要和谐 如果东西关系紧张不和谐 那一定会再次发生战争 这对全世界来讲都不是好事 所以他基于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 他就毅然决然接下了这个使节团的重任 带着一群中国人 有满人有汉人 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官员 组成了历史上就叫做普安城使节团 游历到各国去递交国书 我们已经正式建立邦交了 递交国书 他当时被任命为权权大臣 各位 然后出使到各国递交国书 表示我们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 已经建立了 这段时间在欧洲他到了英国法国 另外还到了普鲁士 到了俄国 另外在北美洲到了美国 中间走到半路上的时候 因为他是个基劳成级 很不幸他就去世了 但是他这个使节团 还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可以算是中国对外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 也顺利的达成了使命 把国书递交给各国 所以普安城这个人 可以算是中国近代 外交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做一点补充吧 我帮学长解答刚才 为什么对于美国人 有一些基础好感 因为当时各国在中国 都有各自的利益 那其实有利益就会有人来 有人来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那事实上各地的这种案件 这是层出不穷 我们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英国的公使在云南的 这个遇害的问题 那英国的使节人员在云南遇害的问题 所以引发了一些一链串的状况 可是呢美国这个时候 老实讲没有在侵略西太平洋 因为他当时他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他们当时主要在做的 其实是一个西部运动 其实普安城他是谁任命他来中国的人 这个人大家已经认识 这个叫林肯 所以他们先打了内战 再来搞西部拓荒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美国一直到了19世纪末 美西战争才正式的开始 涉足到了西太平洋 开始了他们对于亚洲的 这个所谓帝国主义 所以相比于西方这些列强的 穷凶恶极啊 美国人在亚洲这边啊 特别是在中国的事务大部分还是比较单纯的 而且美国人的这个 传教 对美国人的传教的使命 跟西方又不一样 西方人常常是举国有那种传教的狂热 那美国因为他们比较个人主义一点 所以他们的传教并不是以国家作为一个完全去推动 或者是说跟这些君主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背景上的差异 不过普安城确实我们这边要帮他做一点 就是历史的公道化了 虽然他是美国人 虽然他是美国驻华公使 但是呢这个杨克钦 真的是替中国尽心尽力 我认为他这个人的道德是崇高的 他很有理想主义的人 理想主义者 他反黑奴嘛 所以他成立了共和党 跟林肯他们是同一挂的 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必须肯定 我们不能用今天有色眼镜去看待 这就历史可贵之处 该给肯定要给肯定 就像曾继哲 以现在眼光来看 曾继哲当然不是一个成熟外交官 当时来讲他是超越N个世代的人 这些开外挂金手指才找到他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外交的问题之外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关税 这个也是外交非常重要 尤其是关税的收入 渐渐的在中国的售一售里面 占到越来越重要的 那这里就不得不提 这个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师 当时叫清朝海关总税务师 的首任就是李泰国 还有刚才后来提到的贺德 那我们是从李泰国先开始 这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中国 尤其是这个满清盛清以来 就是康庸前以来 整个中国的基本的一个 朝廷的税收的一个结构 就是几乎基本上就是 以填富西方人习惯叫土地收入 所谓填富为整个帝国税收的大宗 根据我们今天看得到的资料 这些数字其实在清史稿里面都有 大概在鸦片战争前 大概1830年代末期 当时中国的填富占 国家总税收的百分之九十九十六 我记得各位这个比例很高 比起过去中国的朝代 包括南宋明朝在内 南宋的时候大概占百分之八十八 八十六八十八左右 明朝大概也不到九成 可是到了清朝去占了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可以说当时中国主要的税收 几乎完全就是靠填富 其实这侧面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当时第一个 就中国的税富结构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落后的 对所谓的工商业 手工业者的磕税还是不足的 这第一个并不代表中国没有手工业 是说你税没有磕到那一块 第二个是代表当时中国的朝廷 对所谓的土地收入非常的依赖 几乎可以说完完全全朝廷的生存 朝廷的政治跟军事运作 都是靠土地收入来维持 五口通商里有一条 就是在南京条约 尤其是后来五口通商章程 叫议定关税 什么是议定关税 就是洋人决定中国的税率 五口通商之后 这个关税的数量就大量增加 另外就是中国各口岸 也开始兴起了各种的制造业 一开始当年是洋人 洋人他们在租界也办了制造 但后来也有一些中国的 本土的一些企业家 在当时被称作所谓的买办 其实买办这个名词 我们今天是比较负面的名词 对不对 其实在当时在19世纪的这个时候 买办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买办就等于跟洋人做生意的商人 等于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关税的收入就不断的增加 大概到了1860年 就是这个条约签订之后 这个中国开放口岸非常多 中国南北沿海沿江 沿长江沿珠江 各口岸都打开了 所以关税就激增 到了这个1865年左右 中国的关税竟然一年 可以超过1200万两 各位不要小看 这个钱已经不少了 当时的填付是多少 填付大概6000万两 虽然还是不如填付 但是成长的比例还是相当快 各位这等于是宣告一件事 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开始在逐渐改变 逐渐有一个纯然的农业帝国 开始走向一个必须对海外贸易 有一定程度依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收关税建立海关制度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 它涉及到了是国家的财政税收 第二个是关系到国家的主权 所以海关跟外交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 同样的洋人规矩 当时中国人不太知道怎么弄 所以大概在1859年之后 中国人就开始聘请洋人 来担任所谓的海关总税务司 开始成立了一个机构 海关总税务司名义上 隶属于总理衙门 但实际上中理衙门能管的范围没有那么大 原因是因为海关总税务司从成立以来 基本上就是由英国人来担任 所谓的海关总税务司司 这样的一个位置 当时满清政府也委托这些英国人 这个制定的所谓的 用我们今天话讲海关组织条例 就是海关衙门的一些办事细策 英国这一套就是所谓的海关组织条例 各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这个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 中华民国成立 海关总税务司还是由英国人来担任 然后一直用到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签台 中华民国政府签台之后 这个在台湾的海关 基本上就是由中华民国 就是由本国人来担任 但是里面还是甲有揚援 各位 根据很多老好一刚回忆 到民国60年代 还有美国人在台湾当海关 各位知道吗 海关组织条例什么时候 才在立法院完成修法 才把满清的这一套丢掉 换新的制度 要到1996年 各位你看看 从1850年代 英国人帮中国搞了海关 用到1996 用了一百多年了 其中两个人最重要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李泰国先生 这是第一个正式担任 所谓的海关总税务师的李泰国 因为他的父亲是外交官 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厦门的领事 所以他在中国也相当长一段时间 百万被认为是一个中国通 不过当时中国官场 尤其龚亲王 后来的李鸿章这些人 对他的印象不好 因为据说他这个人骄傲跋扈 这个不停节制 其中有一件事情 最让龚亲王一新非常痛心 就是阿斯本舰队事件 简单说 为了要剿灭太平天国 当时英国人就劝满清政府 你要不要买几艘英国的军舰 现代化的蒸汽军舰 组一个中国舰队 可当时中国没有船员 不会开船 不会开炮 那怎么办呢 就全部聘请英国 退役的海军人员来担任 其中一个英国海军上校 叫阿斯本来担任 这支舰队的指挥官 当时在那个合同上面 白纸黑之前很清楚 这支舰队是只属于 龚亲王一新指挥的 简单说是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指挥 所有买舰队跟招募人员的事情 就全部交给李泰国去办 结果这支舰队来到中国之后 阿斯本跟他底下这些洋员 买了八艘军舰 记得 竟然基本上都只听李泰国的 不太听龚亲王的 就是舰队的主导权 竟然不在中国身上 这件事让龚亲王非常生气 我怎么可以花钱买一支舰队 帮英国人在东方建立一支舰队 不是莫名其妙吗 所以当时龚亲王一新 干脆就把这八艘船 在香港全部拍卖 我不要了 所有人员全部解散 李泰国也因为这件事情 就被撤换 1865年就被撤换 我记得他是1855年 开始在中国当海关 1859年被正式任命 为海关总税务史 然后1865年 就是我刚讲的 因为是阿斯本舰队的事 因为前一年 1864年太平天国结束 1865年李泰国就被解任了 那谁来接替他呢 这个人就更重要了 就是这个 各位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在中国度过他这一生 几乎三分之二时间 四十多年的 这位所谓的赫德 这位赫德在1865年 来接任海关总税务师之后 我告诉各位 他不单单只是一个 海关总税务师而已 他等于是中国当时 中国政府的军事 政治 商务 外交 这四个方面的总顾问 可以这样讲 稍微讲一下 我们知道19世纪这个时候 英国还是一个阶级生严的社会 虽然英国当时已经有所谓的民选 但是其实英国社会 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还是 还是接起森严 北爱尔兰本来在英国的地位就不高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赫德的爸爸是个酿酒厂的工人 他妈妈好像也是一个女工 所以他是完全靠自己苦读出来的 他是天才儿童 小时候就一直跳级 各位他19岁大学就毕业了 然后很快就通过英国的文官测验 然后就派到中国来 这个就在海关任职 根据宫姓王义兴跟后来李鸿章整 都称赫德四个字 叫做温讯勤勉 我们姑且不论真的假的 起码他在中国人面前 他保持了一个该有的礼貌跟风度 他19岁就来到中国了 对 待着48年各位 回到欧洲后三年就去世了 他是1908年离开中国的 然后1911年在英国就去世 他这一生可以说 就是在中国度过 他中文程度非常好 这个毫无疑问的 他担任海关从税务司 几乎后来中国这个办理洋务 办理交涉 办理购买军火 几乎完全都听从他的建议 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 在1865年 叫局外旁观论 就局外人那个局外 叫局外旁观论 各位这篇著作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去百度一下应该找得到 或者是Google一下应该找得到 局外旁观论 基本上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企划书 他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他告诉 这个宫亲王一行 他这篇就上给宫亲王一行 我后来在万国公报上有公开 给全社会看 宫亲王一行故意的 就让大家看一看 这些事情都是该办的 包括铁路 电线 电线的电报 铁路电线航运 水师 炮台 外交 另外还就是训练翻译人才 当时赫德就告诉中国 与其被迫而办 不如自办 早办 什么意思 就是你被打败的 被逼的非办不可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赶快办 能做的就先做 你自办或早办有个好处 主权可操支在手 就是你自己架的电线 你自己架的铁路 起码是你的嘛 你买的轮船起码是你 就不至于会发生过去洋人欺负 或欺骗中国的这样一些事情 其实从局外旁观认译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个概念 他对中国的皇权 对中国的官员 基本上不批评 他只是告诉中国政府 这些事情 都是你现在应该要办 他尽量不触碰到中国的制度面 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 所以那种文化优越感 或者说对中国人来讲那种 他起码不是以一个战胜者 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面对宫亲王 所以这样相对而言 他的话就比较可以被听得进去 赫德留下很多资料 我记得2000几年 中国大陆也翻译了不少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他也等于是帮助英国政府 在监控中国政府 现在这些资料都已公开了 他也按时给英国政府 提供各种情报 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 军事的发展状况等等 但是总的来讲 他的角色还算是成功的 这样的人我要怎么评价 很难说 看各位从什么不同的角度来看 不要用太激进的角度的话 我们还是一定程度上 还是应该肯定 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 启蒙跟贡献 我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就跟学弟讲 因为中国的事情很难办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人 对中国来讲也是 等于是有一个引路人一样 所以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们还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OK 我想我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 照着学长的画质再讲深一点 就是中国太大 文明太悠久 自信心很强 即便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 很多人在对东亚的两大强国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中国 做比较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中国的反应就是比较慢 这个从一个历史上 比较公允的角度来看 中国就是那一台大船 大船要转身 非常不容易 很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特别把 郭松涛 把曾记哲 甚至把贺德 那在跟上一讲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谈了很多次 郭松涛一心是如何的聪明 包括这个中兴四大名城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这些人物之所以特别 就是在于说 在当时绝大多数 我可以敢肯定 95% 可能更高 99%的人 他都不认同他们这些做法 但是他们却走在那个时代之先 这个因为今天 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再回头回去看的时候 对于李鸿章这些人的评价 可能会慢慢贬低 觉得他们应该更加强硬 更加的强横 但是当我们站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还是要当时时人 他所面对的困境来去讲 贺德这个人 我必须说 当然他称之为英国人 他是爱英国的 这个是绝对无法 他是有任务的 英国政府给他任务 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近代的帮助 这个也不能抹灭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 没办法一刀切去评价 他不是非黑几百 贺德也确实很真诚的 给像龚旗王这些 他跟龚旗王跟李鸿章这些人 都非常的有交情 他没有什么敌人 他基本上跟当时的朝中 不管是封疆大力 或者是中央官员 大家都跟他不错 他还见过慈禧好几次 你就知道了 慈禧愿意见的洋人不多 很少 他是少数人 慈禧真的是有信任贺德的 大家了解 所以我们要这么说吧 就说贺德这个人 他确实对中国的近代影响非常的大 一个人做了快半个世纪的海关总税务师 这个海关总税务师的重要性 跟他的威力 在我们后面的讲世 会更加的出现 我们之后也会慢慢去谈到 所以在司祖师民的角度里面去建构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整个体质在变化 土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而关税现代化的相关 比如说工业化这些东西正在中国的整个历史 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顾重要性 那明治明封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些连结 你才可以了解 我们这一讲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今天会来座谈呢 谁来座谈呢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感谢王立本老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给我们线下赞助 让我们的系列可以越办越好 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